我今天要來分享的就是我半年來人生的改變 她真的是從瘦的阿姨變成瘦的小姐 好囉 如果很好奇的話影片就看下去 大家好 我是崔明依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不知道大家2024年有沒有發現我這個人有點稍微的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其實中間都覺得說我只要養成習慣就好 我不知道會有這麼大的改變 可是我前幾天我好朋友來我家說他看到我的身材 因為我剛好那天運動了我就直接穿那個運動 你像我今天穿這樣的衣服 他直接跟我想說 你的體態改變也太大了吧 因為他說我之前屁股超脆 那時候我並沒有覺得那麼嚴重 可是我覺得你差最多的是後背的肉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下後背的肉 我跟大家講一下今天要分享的這些習慣呢 其實我已經堅持半年以上 那我雖然體重我覺得沒有差太多 但是我整個身體的體態跟我的皮膚的緊實度 真的已經完全跟半年以前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這半年來 我所有的突破的大改變 包括我的瘦身啊 健身啊 還有我的自信心提升的一些方法要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今天這一支影片呢 30加以上的女生都非常非常的需要 認真聽起來 如果你對今天的主題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到最後啦 我們也有小驚喜的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影片開始吧 首先呢 第一件要分享的事情呢 就是我竟然去健身房運動已經半年以上了 我想要給我自己鼓掌 他之前跟我說的時候他會講說 欸你不是一直跟我說你不愛運動嗎 我開始去健身房運動這件事情 我不敢跟大家說 原因是因為我不知道我會堅持多久 而且我必須要說 我本身是非常討厭運動的人 但是呢為了健康我們不得不去做這件事情 是什麼樣一個癥結點 點心我這件事情 有一天我去藥局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老婆婆 她就同時間也進來這個藥局 她就走得很慢很慢 然後拿一個拐杖很辛苦很辛苦 然後她就跟藥劑師說 她想要買什麼類似鈣片粉 還是什麼之類的 她想要吃的讓她走入恢復正常 藥局的那個人就 她也講話蠻老實的 她就直接說 阿姨你現在吃這些鈣粉就是她只能補充而已 但是你還是要去健身 她就要去練肌肉 有時候我們健身不是真的為了要秀什麼肌肉什麼 是去練肌耐力啊 對 我們30加以上之後 其實我們的骨頭中間這些東西 如果你沒有肌肉 她要去磨損 那磨損久了之後 你就會有很多的問題 那就是因為你肌肉不足的關係 沒有辦法去保護你的骨頭 那個IE是有肌少症這個問題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什麼叫肌少症 那樣子 我就上樓去查的時候發現 我就想 對 因為我印象中 你之前是不是跟我說 你的皮脂肪其實偏高 雖然我看起來瘦瘦 但是其實我的皮脂是偏高之外呢 就是因為我真的不喜歡運動 所以我的肌肉量是真的是偏燒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天啊 如果以後我好不容易財富自由 然後當我想要去環遊世界 或是想要玩的是什麼 我就不能走路了 或者是我的骨頭有問題 我不想要這樣 所以我是為了我的健康 我是為了漂亮這件事情 我跟大家講 我的運動之路也蠻好笑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去各種的嘗試 去看看你到底是比較能夠接受什麼 那後來我就發現說 第一個 我覺得要有教練叮我 我一定要有一個 能夠承接我負能量的教練來叮我 我剛好現在有遇到 他可以承接我的負能量 因為他每次去上課的時候 他都問我說 你今天喜歡上課嗎 我說 不喜歡 然後我整個人就會直接放空 他說來這個做這個機器時下 我就會這樣 你就直接無腦做這樣 無腦做 然後他就會在旁邊講一下要逗開心之類 讓這個時間過得比較快 我就會覺得 這個運動方法 啊我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我發現我是喜歡做器材的 因為像我就不愛做器材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沒有跟大家講說 你一定要學我去找教練 或是一定要做器材 我只是說 一定要找到 你可以接受訓練肌肉的方法 然後把它持續 變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現在講出來 那些按運動的人想說 我按運動的還做你自己太辣了嗎 對對對 可是對我來說我真的不喜歡做運動 因為他以前是幾年都不動 他現在是一個禮拜還願意動一次喔 對 其實好厲害 我就是一個禮拜一次持續半年以上 你看我的身材就有差別了 真的有差 對 我覺得大家就動起來 其實我開始運動之路之後呢 因為我們可以量那些in body嘛 對 我就開始更注重身形啊 還有那些內臟脂肪體質 blablabla 這些細節的這些數字 但我會覺得 我除了運動改變身形之外 其實我也會補充保健食品 所以我今天就要分享 已經持續吃半年以上 然後我覺得也有幫助到 我的保健食品 首先一個是就是 我剛說幫助我代謝這個部分 我會吃PSC這個百醫生劑 它是有營養師去推薦它的 它上面的成分是寫得蠻清楚的 就是紅花籽油 有80%的CLA CLA它是一個1980美國博士 它發現這一個成分 它是人體無法自行形成的 但是我們平常可以從大量的牛肉 或是什麼各種的肉類啊 或是什麼奶油 或是有些植物性可以得到 我覺得為什麼要吃保健食品 是因為如果你要達到 這樣能量的話 你必須要吃可能好幾份 才會有這樣可能吃一顆膠囊的量 我就會覺得 那我就吃膠囊好了 我可能沒辦法吃那麼多的食物嘛 對啊因為有些人他不是每個人都是大胃王 他可能就是小鳥胃或什麼 對 或者是我有時候就是 只是吃一些蔬菜 我就必須要吃這些 輔助的保健食品 去增加身體的代謝 我才能夠去維持身材的部分 它是一般保養每天一次 所以呢你就是一天吃三顆就好 然後餐前吃 如果譬如說你代謝很差的話 你加強保養的話 是每天兩次 一天最多就是六顆 為什麼選這一家的原因 是因為我稍微有比較過 裡面的那個紅花籽的CLA呢 它是用低溫萃取的 低溫萃取保留活性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它等於是吃進去才會有效 它不像裡面有添加 各種有的沒有的油 讓你同樣是紅花籽油 但是它的成分可能沒有那麼精華 所以它的成分呢 它是他們的完美比例 再來就是呢 它的TG型態呢 會讓你吸收率達到更高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愛吃宵夜的人啊 或者是你本身的代謝沒有那麼好的話呢 或者是像我今天要去吃大餐啊 大餐前 我覺得就是真的一定要吃三顆 我跟你講它這個真的是健身界的最愛 就是我不是有在健身嗎 對 然後我那時候跟我教練 就有在吃吃看 他們家的紅花籽 你看它裡面是這樣子的油 透明的很明顯 它不會說不透明 然後不知道裡面裝粉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就這些東西 除了這個之外呢 愛美的女生一定要補充這個 就是膠原蛋白 哦 膠原蛋白真的很重要 膠原蛋白真的一定要補充 我身邊很多很多 就是他們可能急速瘦身 或是怎麼樣吧 我看他們皮膚就是變得皮是鬆的 你就覺得你整個人是不好看的瘦 就是會很沒有精氣神的感覺 對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好看瘦的話 是瘦身變緊緻的同時 是你的澎潤感都在 對 我們的澎潤感 年輕感還是要在 所以我會覺得補充膠原蛋白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後這個一樣是白玉生劑他們家的 然後它是LULU代言的 它原料來源都是德國這家的提供的 再來就是它的膠原粉很細很細很細 會不會有異味啊 沒有它沒有什麼味道 因為之前我有朋友很不愛吃膠原蛋白 就是因為它一直說會語聞到一種魚味 我覺得他們家不會 那可以耶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你真的覺得 我一點點味道都不想要有那一種人 你可以加入譬如說你早上的果汁 那很方便耶 重點是你粉要夠細 你才可以完全融入 對 很容易 很噁心啊 對對對 會拉不開 如果你覺得你那一陣子就是覺得 啊 我真的好像有點狂 那你就是最前吃跟早上恐怖的吃 這兩個時間是最好最好的 那如果你現在覺得已經Q的不得了 像我就是白天的休息 你就當保養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它的好處呢 是因為它是這樣一包一包的妝 譬如說有時候要去旅行或什麼之類的 我就是隨手拿個幾包 放在我的行李箱裡面 或是我化妝包裡面就可以了 因為我真的我吃保健食品 我是非常挑剔的 而且我基本上我都會問得很清楚 有沒有含激素 有沒有含荷爾蓬 這個是最基本的 對啊 因為必定是吃到自己身體裡的東西 我是絕對不敢吃有的沒有東西 你看他們家有榮獲一個 AA100%最高榮譽的無添加保證 沒有腥味 不含膽 不含激素它直接寫在上面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嗯 它真的很厲害 對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就像妳講的 吸收率的問題 就是譬如說 妳每天都在吃 可是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吃某幾款就是沒效 因為它可能根本就沒有吸收到 妳該去的地方 對 而且我跟你講喔 因為我常在怎麼叫這些膠原層呢 它一包的這個量很大方 我跟你講它裡面的那個量 應該是別人的一年五倍 喔 了解 因為你知道有些那個小小管 它好少好少 它裡面一包呢 有6000mg的膠原生態 它的分子是2000到1噸 所以就是大家知道它的分子 非常非常的小 然後一盒它是有30包 像我的話啊 因為我一天基本就是一包嘛 所以這一盒大概就是一個月左右 其實我覺得如果有減肥呢 建議一天兩包 因為減肥的時候 妳會不小心受到很多的膠原蛋白 對對對 妳其實要減掉的是脂肪跟多餘的墜肉 可是妳不能把妳的膠原也游失掉 所以我覺得半年來身材的改變呢 我就是一週一次運動 再加上吃對的東西 補充這些輔助的健康食品之後呢 我覺得我的身材是變得很緊實 然後原本像背後面的 掉下去的那個臀肉啊 就是那個 不只臀肉 還有背 對對對 還有後面這一塊肉 對 我覺得我的屁股變效非常多 之外還有我的背的線條真的差很多 我之前一直覺得 我都幻想我自己很瘦 我今天就是穿那個背心的時候 我不是攝影師都要把我拍照嗎 一拍我被我嚇到 她說 這是阿姨的背 是 因為那一次我也在場 我當時其實是有驚訝到 我那時候也是忍不住就跟崔明說 妳本人臉是年輕的 怎麼會看到背很像阿姨 然後她就很驚訝 我吃我自己吃到不行 反正我就開始這件事半年之後 我真的差別很大 然後我個人覺得就是 加糖代謝的話 我覺得紅花紫CLA這個素養膠囊的幫助 我覺得對我來說也很大 我還是可以去這些應酬之外 我又可以維持我想要的體系 大家不要誤會崔明的意思喔 她只是照常吃她想吃的東西 吃這個保健食品 不是為了讓你要暴影暴食用的 你可以享受美食 但是呢你也可以加強你的代謝 我覺得會比較輕鬆維持你想要的體系 然後膠原的話呢 我個人要分享一下我吃下來的感覺 我覺得我皮膚的質感就是 真的很Q 而且它皮膚的保水度也一直都有維持著 對 皮膚的保水度也有差 之前有人做什麼必要去運動 臉會變凹或什麼之類的 有這種說法 有人放出這種恐怖的消息啊 你就想說 那我要維持我的膠原 有幹嘛的 她那個是暴壽吧 就是做一些比較極端的 對對 有可能 有可能 那他們就會放出這些恐怖的訊息這樣子 那我就跟大家講說 一定要補充膠原 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它會在這過程之中 幫助你的臉維持蓬潤度 還有那種年輕度 就變成說 你今天如果整個提醒你都下來的話 你的樣子也會是你想要的樣子 之前就網路上面有些人會說 吃膠原蛋白是智商 所以沒有效 我那時候就有去翻一本書 它寫說 如果你好像是幾歲以上要維持你皮膚的狀態 它也是寫膠原一定要補充 那為什麼有些人吃膠原沒有效呢 它是因為你體內其他地方 它也需要膠原蛋白 所以你吃進去之後 它會先去補充其他的地方 有點像是把其他的片儲備好之後 它才會顯現在你的外貌上面 喔 算是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呈現到 所以你需要的時間會比別人更久 我覺得膠原是大概吃一個月之類的 你就會開始知道你的改變之後 你就會持續吃 我個人是這樣子 就是我說我自己遇到周遭 像淳秘醬有固定在吃膠原蛋白粉的人 大部分我遇到只要是化妝的時候 都是皮膚的Q度跟飽水度差很多 我是說以同齡人來講 其實它的狀態都非常好 所以我真的覺得膠原蛋白 不是什麼智商水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膠原蛋白 真的是一定要補充的 以上兩件事情其實是我外表上面 還有我的體型上面的改變 跟我的心得 雖然我還是不喜歡運動 但是我覺得至少搭配上健康食品之後 我覺得我這半年以來 我真的是有看到我自己的改變 同時間我有講過 除了外表變漂亮之外 我也希望我每個影片後面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心裡面的東西 這本書叫做 外界的聲音只是參考 你不開心就不參考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常常會因為別人的眼光 或是別人覺得 你想要怎麼樣 你就會 內耗自己 迷失自己 所以它裡面幫你解決這幾道問題 圈子不同 我們不必強容 三貫不合 我們別瞎繳合 我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在我們自己身上 再來就是 你很怕焦慮沒有人配 除非它的焦慮比你的獨處更加宜人 婚人大可不必啊 對喔 因為你這樣變得兩個人的焦慮 變兩倍何苦勒 對 因為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最近這本書的原因 是因為最近有個網友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其實就是跟他男友 已經到論及婚嫁的地步 但他其實非常清楚他男友是一個媽寶 他跟他男友其實有非常多的問題 而且他男友現在就是故意就是都不求婚或什麼之類的 而且他婆婆 就是如果他這個未來婆婆 其實也是很不好搞的 就是控制欲很強 對 但他就跟我講說 他要怎麼樣才可以讓男朋友跟他求婚 蛤 你不覺得很妙嗎 他是因為他有陷入說女生就一定要求婚這個嗎 對 他從小被灌輸說結婚才是幸福 喔 了解 所以他就覺得我不管我就是時間到了我一定要嫁掉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心疼 對 很心疼 我就覺得說我們常常會因為別人的眼光 或是別人告訴你 因為我的姐妹都在這個時候結婚了 我也要結婚這樣 對 別人是怎樣怎樣怎樣 像以前我就有被講過說 喔 你沒有小孩 你沒有小孩 你人生不完整 沒有 我人生很完整 是誰規定沒小孩 所以我們不要因為別人的眼光 或是別人的聲音去覺得說 我就要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你仔細想想這個人真的適合你了 所以我就是跟他講說 我覺得老天爺已經幫你做了決定 他不肯跟你求婚 其實就是幫你做斷捨離 你嫁給他你不會幸福 所以我會告訴大家就是 我們外界的聲音就只是參考 你不開心我們可以不要參考 我們可以做我自己的 欸 我先講給我自己的可以嗎 我是有離過婚的 然後我在離婚前呢 也是被我的前公僕 他們就是會洗腦我說 女人離婚是很慘的 而且當時我的前夫也會洗腦我說 我跟你講你要是跟我離婚的話 你就找不到下一個更好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真的有一度有點被 就是我會被繞進去說 欸 對對對離婚是不是很慘 然後我沒辦法自己一個人活下去 後來也是我某個朋友也是把我罵醒說 他們一直跟你說你要找下一個 那如果你不找下一個會怎麼樣 然後我就講欸 對耶 為什麼一定要參考到我一定要找下一個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你這本書 我怎麼沒有早點看到 對 其實我現在都會推薦大家輸這樣 我會覺得外表變漂亮的同時 我們內心也要同時的一起成長 與時並進 你才會是一個平衡的漂亮嗎 就像運動變健康 或是補充保健食品變漂亮之外的 我覺得這些呢 都也不應該來自於別人的眼光 或是別人跟你說要你去改變 我覺得好像是五年之後的 你會想要謝謝你自己這樣 對對對 那最後呢我們有幫大家謀福利 就是我平常有在吃的這個白衣生機 因為你看影片的心得好了 我們就可以抽那個膠原粉送給大家 我們上片十天之後會來抽出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你們的保養達人崔銘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